同门村民隧道工程花莲市政府 预计在8月中就要施作 秀林乡长王玫瑰感谢立委孔文吉 向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 争取1亿7万元的经费 同时也感谢县长徐正伟全力协助 让地方期待已久的安全产业道路 能够带来地方观光和农业产值 实际上工程总经费为1亿7808万 经过综合本地地址的条件 以及经前期可行性评估结论 规划采明隧道以及上下边坡 附建工法办理附建 在整个庶民会当中 秀林乡长王玫瑰会可以说是 全省听取简报内容 同时也感谢立委孔文吉大业的争取 以及现场徐正伟全力的配合 来解决地方需求 确实我们同门村翡翠谷道路附建工程 在105年开始崩塌 开始我们的族人一直希望 让这条路赶快的能够复建完成 那这条路看起来非常简单 不过这个是我们部落族人 尤其同门村的部落族人 几乎占一半以上都是从事农业的 所以这条路是他们唯一生存的路 所以真的非常感谢今天花联县政府 来到这边做一个确实确定要施工的简报 给族人是带来非常的喜悦 那当然我要感谢非常多的人 尤其我们的孔立委从105年争取到现在 马不停蹄只要是这个工程的简报 他势必一定会到部落来 除了听取施工单位的一个意见之外 说明之外也听取部落的建议 当然我们在地的族人 尤其我们的代表 还有我们尤其还有我们的村长 针对这个部分的道路施工 因为会带给我们村民的一个生存 生活上的一个权益的一个受损 所以大家都非常的积极 而且非常的合作 在这里我代表旭林乡的乡亲 跟大家说谢谢 那未来我相信 刚刚县政府讲八月 八月左右就会施工 我想会用我们原住民的一个仪式 来开始来做一个开工的一个仪式 在这里我也要特别谢谢我们的花联县政府 虽然疫情的冲击这个案子 其实真的是非常不简单 能够让他修正了这么多次 讨论这么多次 能够在最近八月就要开工也不容易 所以在这里我要特别谢谢我们的花联县 我们的县长许正位 在这里谢谢大家 就像我们一个表明是同一号隧道 可以说是农民们赖以为胜的中央 唯一产业道路 包括台电人员必经道路来维护 这里的水力发电 希望透过这次的说明会 让地方了解整个工程的过程 一切在八月中动工 赤装的时间则是要一年四个多月 记得节奏观传播了